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YDON的實驗室 今天去山上挖人生 人生一個都沒挖到 卻發現了這個玩意兒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對 你沒有猜錯 它是一根樹枝 一根繪動的樹枝 好啦 不開玩笑了 這是一隻竹節蟲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非常新鮮 帶走 給你們5秒鐘 找找它在哪兒 竹節蟲的身體一節一節的 身體修長 像一根細細的竹子 故而得名竹節蟲 是一種中型或大型昆蟲 一般體長在6厘米到24厘米 最大可以長到超過60厘米 比較有意思的是 有些品種的竹節蟲 可以孤磁生殖 就是不需要那啥運動 子蟲就可以生孩子 生出的是磁蟲 而通過那啥運動 生出來的是熊蟲 是不是挺厲害的 總結一句話 不挑對象 空氣都行 不知道我這隻竹節蟲 是否有這種本事 這隻竹節蟲已經24小時沒有進食了 看樣子是餓了 網上查了一下 竹節蟲喜歡吃山芙蓉 木芙蓉 芙蓉姐姐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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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等植物 其中以月季對手喜愛 再者為番石榴 我就想 樓下小區就有石榴樹 冒著被保安打的風險 採摘了一點石榴樹葉 上去聞了一下 诶 怎麼不吃啊 不喜歡吃石榴樹葉嗎 後來才知道 番石榴和石榴不是一回事 最後把我種的那顆半死不活的月季花 僅剩的為數不多的幾片葉子 採摘下來 終於吃了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很下飯 那麼給我點個讚 應該不過分吧 那一更加 你很下來了 恐怖的 猜疑 你會在這裡 你會在這裡